這個 function 怎麼樣 額外放對不對 另外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 可以直接寫在這邊 也可以 有沒有 你們會發現有些地方他是把它搬到下面 然後再把在上面放一個什麼 這個方法的名稱 那有些地方是直接就把它寫在上面 那 哪一個比較好呢 其實就看狀況嘛 對不對 反正如果你這個方法只用一次 就他在用 別人不會用的話 放這裡就好 但是如果這個方法是 會被很多地方用到的話 那你就一定要把它搬到下面 為什麼 因為你搬到下面大家都可以共用嘛 才呼叫的到啊 不然的話 你這邊 很多地方用 每一次都這邊 又重複城市嘛 這邊又重複城市嘛 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那個地方是用一次 那你就放裡面就好了 不用在那邊 一下上面一下 下面搬來搬去 如果說很多地方用的話 那我建議你放下面 所以特別注意 這也是觀念啦 在那個 無論是選Java script 或者是什麼Java啦 或者是什麼VB啊 VBA 其實都一樣 重複的部分可以把它獨立出來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底下的話 這個Show Home 1 Show Map 2 這個其實就是動畫啦 這動畫有沒有做其實也沒關係 沒做也沒關係 再來的話 兩個比較重要是 路徑規劃 以後的話 其實我覺得光這個功能就很好用了 因為以後的話有沒有 你真的要用手機導航啊 這個真的可以做到 他可以 你們真的可以在手機上玩玩看 然後你只要把你長去的景點 建成這樣子 不用太複雜 按下去 給他經緯度坐標 他就可以幫你規劃出來了 那你隨時怎麼樣 甚至這樣改一下 如果可以新增你的地標的話 那很方便 等於長去的景點按下去 馬上 因為有的時候很緊急啊 你還要怎麼去 你有時候還要再查一下 很麻煩 出門的話 最好是已經現有的 那最好了 另外呢 Google地圖 他的好處是說 他會秀出路況 有沒有 突然要去中南部好了 路況上面到底有沒有塞車的 你打開之後 欸沒有塞車 OK 如果一高塞車 趕快能不能繞路繞二高 有沒有 其實因為我常用啦 所以我會這樣用 還蠻方便的 尤其是你不要說一邊開車一邊查 導航 太危險了 最好是把常用的地標弄好 如果或者說你可以再給別人用的話 幫人家規劃一下 像這邊把它改一下 新增地標 能夠讓人家新增進去 有沒有 然後他自己以後按下去 就導航了 然後呢就馬上可以用了 這樣不是挺好的 像我自己的習慣是 我的導航不會只有一套 有講過啦 其實我好幾個地方都可以導航 今天有同學還 提供給我 他說他抓到最新版的導航網 也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那個導航網 其實 還蠻不錯的 手機可以裝嗎 它手機裡面 像我有 抓到一個是 Google的那個 破解之後的 本來Google行 新的地圖反而導航不好用 反而有一個 是不知道哪邊 也是同學提供給我的 那還蠻好用的 真的可以導航 就可以拿那個來 那有時候我車上有Gami導航 Gami也可以看一下 這邊也可以看一下 導航網可以參考一下 反正就參考嘛 就不 就是說互相參照一下 最後發現其實Gami就不錯了 所以這樣可以增加 之前也會用到什麼趴趴Go 我現在趴趴Go我幾乎就不用了 真的 對不好用 他這個最近沒有什麼心 反而是我覺得Gami的好處感覺上是 他好像是不是有真的車子去到處跑 所以能單行道啦 或者是什麼 有一些比如說有岔路的 像什麼上高架或者底下 他會 很清楚地圖跟你講 那邊有個 你一看前面就長得一模一樣 這樣感覺更有信心 不然的話一開車 到底左邊還右邊呢 還是中間如果三岔路那更完蛋 那Google還有個好處 他有個就是 叫做什麼 街景導航 我也用過啦 街景導航就是 你看到的畫面有沒有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那個街景 只是招牌可能換的啦 因為可能店面不一樣 或者換 可能兩三年前的老闆都換 那稍微不一樣 但是路都一樣 當然這部分的話 如果說我們要導航的話 你會發現 就是這一行 當我按下去之後 其實所以這一個 你可以拿來參考啦 我們重點並不是在說你從頭把它寫出來 而是說 你至少可以 拿別人的東西 入境規劃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要從 我現在GPS 坐標 到 這個地方 比如說到哪個地方 到千葉火鍋 這裡好了 好 那因為當然 第一個我要先抓到我的GPS 才能導航嘛 就是起點 起點就是你的GPS 到千葉火鍋 你按下 入境規劃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什麼的 所有的有沒有 包含就是說 當然如果你在手機上面 會多一個箭頭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去看一下 這邊有個那個好像是一個藍色的箭頭吧 就是導航 按下去 開始導航 不過前提是 你的 你的手機要是連上網路的 你不要說 連手機都 沒有網路狀態的話 很抱歉還是不行 所以如果你有吃到飽 不一定要吃到飽 像我的手機本來吃到飽 後來改成1G 後來發1G就夠了 因為我有WiFi我就用WiFi 出去的話我用1G 1G流量 1G流量算便宜很多 我一個月 好像前幾個月 前幾個月好像才300多塊 打電話加 那個什麼網路費 然後他好像前一年是300多塊 第二年變500多塊 500多塊也還好 1G流量很夠用 那我出去有時候也導航一下 也不會花多少流量 有沒有 那他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 開車 可以 大眾運輸 還可以走路 那我的手機的版本 我講到那個 他還有一個步行導航 也就是你到當地 他甚至可以用步行的方式 指引你 你因為他有那個水平儀 跟那個 算什麼 陀螺儀 他也跟著你旋轉 你往哪個方向走 他還會跟你講說你走錯方向 像之前去什麼 比如說像什麼 去一些景點 台南的什麼 什麼 一些 就是一些 老街巷子有沒有 那你有時候常常走一走方向都搞混 因為 每一條路感覺都很像 這個時候呢 步行導航 就派上用場 我就拿出來 前面走過去 果然轉過去 那你要去吃什麼景點 附近也會秀出來 你導航一下 步行導航 OK 所以這裡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光光這個地方其實就很好用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設計出這樣子的一個 導航 特別重要 其實就是這個方法 哪個方法呢 就是這個 這個是 Route 就是Route 這個方法 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Route 直接call到哪裡呢 Copy有沒有 直接call到這邊來 因為他好像只有用一次 那你就call到這裡來 可不可以啊 有沒有直接call到這邊來 這邊的話就是路徑規劃 但是他還要排一下 有你可以把這邊 稍微再按一個TAB鍵一下好了 讓他排整齊 你可以看到他的頭有沒有 這個方法實際上就放在哪裡 放在瓜糊裡面 可不可以可以啊 因為只用一次嘛 你只用一次幹嘛要放下面 不然他同學說奇怪這個城市嘛怎麼這麼多 他往下找找半天找不到 放在這裡 可不可以啊 Route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城市嘛 總共就幾行 總共就是五行 就可以 做出 導航的效果 怎麼這麼好用 就是這五行就可以 那特別注意 因為我現在在網頁 的模式啊 所以 後面那個經緯度是我自己 Key上去的 因為我 DEMO為了DEMO 實際上應該是上面這兩行 這兩行是什麼 從剛剛我們不是有 一個那個什麼GPS去抓到 抓到那個經緯度對不對 然後我們不是把它存起來 存在兩個 變數裡面 就是這兩個 這個變數 跟這個變數嘛 對不對 所以正常應該是 這兩行才對 因為我剛剛 我剛剛是為了說 我這邊沒辦法抓到GPS 但是還要導航的話 實際上應該是這兩行才對 這兩行只是說 我們為了網頁的模式去 去做 去弄出來 然後會有個 起點的 緯度起點的經度 再來的是 終點的 所以將來會 從什麼呢 從我 塞到那個元件裡面 去抓出裡面的池 它的緯度跟經度 再來就直接怎麼樣呢 就利用這個是用網頁 這是網址 這個網址就是連到Google地圖的網址 所以呢 他會有一個什麼呢 Windows Open的動作 也就是說會外部開啟一個瀏覽器 那這個瀏覽器 就看你手機預設是哪一個 那我比較建議是用Google的那個Chrome 瀏覽器 然後你給他一個 起點 起點的Lattitude 緯度 金度 然後終點的緯度 金度 中間不用改 這樣一行 就OK了 那你如果說執行起來的話 他一樣在手機裡面 按下這個時候 會跳出什麼呢 跳出你內建的瀏覽器 並且秀出這些訊息 那你可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狀況 那你可以點擊 甚至顯示那個路況圖層有沒有 他也會告訴你說到底有沒有塞車 另外的話有哪一些列出所有的路程 這邊也會列出來怎麼走 有沒有 在哪邊要左轉哪邊要右轉這邊都有 那你可以在也是要上頁 那使用起來的話 就跟現在看到的差不多 只是說手機上面會多一個導航按 按下去 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 這個地方不是很複雜 但是 就是要改了 所以 恐怕可以改改看 因為這個我想 之後看看 有機會再把它改簡單一點 OK 那另外搜尋也是一樣 比如說我今天要去 查一下哪一個呢 查一下這家餐廳 隨便找一家 這個 卓肉圓好了 卓肉圓他的什麼呢 他的評價如何 網路搜尋 這邊會出現網路搜尋 在你手機裡面也會出現 所以其實 常常我們會一個地標查 他的評價 那也是只是去搜尋 那搜尋用什麼方式最快 其實就是這樣一行 那其實你會發現 怎麼樣搜尋 其實就是 這個 Search4 的方法 那Search4在哪裡呢 其實就在這裡 兩行 搞定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因為Search4只有這邊用 你可以把這邊的 這個方法 把它直接放在這裡算 有沒有Search4 貼上去 然後把這邊再按個Tab好了 讓他縮排一下 看起來比較清楚 有沒有把Search4放在這個中間 那裡面的話 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就是從那個 元件上面 比如 我們先抓到那個 這個Title名稱 因為他會先把這個 值放在Title裡面 這個Title裡面 他的值 放在這一個 那後面的話就是去 Windows.open 跟剛剛一樣 有沒有去外部開啟一個瀏覽器 然後呢 查什麼呢 就是 Google的 有沒有 Search 後面的話這一串 關鍵字放進來 他就自動去抓關鍵字 這樣就可以找到關鍵字了 多簡單 所以這邊的話兩個功能 我覺得是非常簡單 又好用 但是他的缺點 就是說 他會額外再去 跳出一個瀏覽器 他的缺點 不過我覺得 導是還好 用起來 其實 因為早期 舊版的手機 會感覺很慢 可是現在的手機 速度其實都還蠻快的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總共會有兩個 一個是 導航 一個是 搜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